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有些益友就報料給我聽 說他們無故就被取消了訂閱 希望各位益友在看這條影片的同時 就看看這個右下角 到底有沒有訂閱到這個頻道 如果是有的話就恭喜你 記得就是教響回這個響鈴 當我每次有新影片推出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這個推播通知 與此同時也希望大家按下讚好按鈕 使得我的影片可以得到Youtube的推薦 感激大家 這條影片推出的時候已經到了年28 和你燒依舊是丁財兩旺 只不過食環署所搞的政府年宵 繼續是拍烏鷹 有記者拿著這個情況來詢問張司長 問他 連銷市場取消了乾貨攤檔以後 人流減少 但民間的連銷活動 人流暢旺 究竟是否顯示政府都不了解市民的需要呢 張司長回答 鑑於社會今年的環境和特殊情況 食環署早前又決定取消乾貨攤檔 這是從公眾角度去考慮的 他形容今年的年宵是側重於花市 以維園為例 場地較以往寬敞 舒服得多 坐輪椅的人士和長者 都不會覺得是擠迫的 但在人流管理方面有改善 我想告訴你 張司長 你也不需要改善人流管理 因為今年政府的年宵是沒有人流的 當然你可以半杯水的理論 教以前寬敞和舒服 你絕對可以拿回這些沙 只不過 民間所辦的和理瀟活動 就是擠迫到水舌不通 這個情境實在令人感到非常暢懷 張司長你看到嗎 你繼續去打菲茲 到底這個年宵的慘況是怎樣呢 即是政府搞那些 我們一起看看不同的媒體報道 HK01訪問了維園的花蕩蕩主 其中一名開叔說 明顯感受到市民減少了 預計今年的生意會較差 但他又很樂觀地說 做生意又不是一帆風順的 還有好餘懷 而且香港的維園年宵都經營了這麼多年 初時也想過今年是放棄的 但那些熟客紛紛勸說他繼續開檔 因而抱有信心 你那些熟客真是靠害 哈哈哈哈哈哈 竟然是勸盡 方便去買花 又不是他交租 開叔繼續說 開得檔就沒有有怕 沒有人預計得到 平常心就好 你預了蝕本也可以 另一名當主 陳先生 第一天生意非常一般 往年第一天已經有大量市民買花 擔心失去乾貨攤檔帶動人流 以及又有示威遊行影響交通 因為第一天在港島區就有集會 所以這個某程度上就製造了攬炒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禮拜日 剛過去的禮拜日 就已經是過年之前最後一個禮拜日 今年的年三十晚就在這個禮拜五 去到禮拜六就已經是年初一了 所以呢 就是最後 就是想著有些人流來 都是沒有賣的 更加知道這幾天平日 就更加拍烏鷹了 是不是 他就說到了 哎呀 示威遊行影響交通 減少了市民買花的意欲 為了減少損失 都減少入貨量 大概都是入了去年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維園年宵經營了十八年 都是一定熟客的 所以繼續開檔 這就是他們的普遍情況 就是只是做熟客的生意 這個說的是花檔 所以旺極有限 只有熟客去光顧 生客當然沒有 難道那些年輕人和年輕人 會和你捧盤吉回家嗎 你真是愚蠢 好了 到底大公文匯又如何報導呢 這些媒體就非常有標誌性 因為如果連他們都是暢淡的話 就真的暢淡得非常交關 文匯報就訪問了一個經營熟食檔的黃香 他已經連續16年去到維園的年宵 經營熟食檔 他蓋炭經營了這麼多年 今年的檔位租金 職員薪金等的成本 近乎是16年以來最低 只是約莫50多萬 較去年的90多萬都少了約莫四成 但是他首次要擔心蝕大本 因為今年的年宵市場氣氛十分慘淡 加上沒有乾貨吸引年輕人去到維園 他預計要蝕三分之一 但是很多伙計都要跟他賺錢 做老闆又怕第二天請回那些人會很困難 蝕著也要頂住 當是促進經濟促進就業 這個擺明就是專門做年輕人生意 難道那些長者會吃豬皮魚蛋嗎 或者吃你的小食嗎 真是笨蛋 不是說長者不吃 只不過沒有那些年輕人這樣拆得 而且這些食物不健康 吃來把鬼 接著年宵的氣氛不熱鬧 不僅影響熟食蕩 多名花蕩蕩主也減少入貨量 避開損失 經營了年吉和桃花蕩四十年的譚聲 預計今年少兩成人 嘩 真是非常樂觀 只剩下兩成人 看圖片吧 今年的入貨量減少三分之一 少了千多枝蘭花和百多棵桃花 價錢和去年相約 譚先生說 維園有安排當主接受應對示威的演習 並且有警員維持秩序 希望盡快清貨 因為擔心暴力衝擊 你這麼擔心你還可以開檔 真是 他就說早點清貨早點走 怕搞事 放心 拍烏鷹水淨河飛 沒有人去 搞什麼事 你以為市民很空閒 你繼續去那裡拍烏鷹吧 實請這些賣蓮花賣吉 那些當主 老實說 沒有人光顧你 到年三十晚 你不一樣 鑑平鑑賤地散火 每年都是這樣 先頭 即將價錢定到天價這麼高 大家開天殺價落地 還錢 到最後沒有人買 難道你把那些花 搬回你家裡拆嗎 是不是 一樣拿去當垃圾 如果不是 有什麼作用 所以年年如是 現在當然沒有生客 少了那麼多年輕人 你就只剩下那些熟客來光顧 有多少人 那裡 消費能力有多強 少了那些中年人 年輕人 甚至乎有些長者都不去 今年 都沒有心情 你就繼續去擔心 擔心暴力衝擊 擔心搞事 不用擔心 我勸你 少了幾人休天 還有 主打蘭花的當主角 小姐 也是擔心暴徒 衝擊就會影響生意 故此 減少入貨量超過一成 嘩 你還入那麼多貨 真是恩智 他預計 今年的生意額 會跟去年打個和 主要是靠熟客維持 實情我都不明白 如果你今年的生意額 跟去年都還可以打個和 去年不就是慘淡得很交官 去年有那麼多客人 又有年輕人 又有一家大小酒去光顧 竟然跟今年的生意額一樣 所以我看這些報道 是完全不明白 他們當初的邏輯 或者思維模式 是怎樣的 又說升多少成 跌多少成 或者打個和 到底是不是亂說的 就是吹水的 全部是 好了 說回這個黃色經濟圈 到底今年有什麼和理消的活動呢 比如說最出名的那個 當然就是在這個黃報那裡 就已經神早就啟了市 就是在這個所謂 九號水產那裡 他們有什麼賣呢 就出售各式各樣的衣服 糧果零食 護膚產品 氣球 自家製書法產品等等 這些就是黃報的 九號水產的年宵 至於銅鑼灣波斯庫街的 就賣些什麼呢 牆裡面就有些年花 乾貨和水果售賣的 到目前都還在搞 應該搞到年三十萬的 還有一檔就位於 長沙灣的D2Place的香城年宵 這一檔就非常厲害了 人頭湧湧幾乎 到底這一檔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他就有多個單位來合辦 甚至乎有些人是黃色民創圈的成員 還有些參加者就曾經出席過ViuTV的 全民造星II的活動 所以真的吸引到不少年輕人去 加上丁財兩旺 每個都賺到盆滿撥滿 賺了錢以後 又回饋回抗爭者 這就是黃色經濟圈的初衷 還怎會去這個維園年宵 或其他食環處核下的年宵市場 根本不是年宵 只有花市 不過大家記得去還去 在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 記得要注意安全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